我們講到日本時代的臺灣的國禄 其實臺灣的國禄在清條就有了 但是因為臺灣早前從清條到日本時代都是農業社會 所以並沒有說很... 最多的國禄 以前尤其是在日本接領臺灣執政 臺灣並沒有這個... 這個業務的期待 我們講的期待 後面叫電量員 在這類過程裡面 日本接領臺灣以後 第一對臺灣的影響 很大的影響就是現代化 現代化是甚麼 現在看到我們的生活 日本時代是後來我在對每個都 去臺灣國地和臺中市去收集資料 收集的時候我還會說 原來台灣的電影和鴨瓶 它的出現很早 它從一級空空年 剛好法國的魯明哀 他在五年前在百雷 奉了火車進展的鴨瓶 那年剛好由法國開始發明電影 就是魯明哀開始 魯明哀開始 但是他在台... 在法國的時候 在咖啡廳在柴信 放世界的一波 火車進展 民兵交話 全世界放電影是有關的 以前看了鎮壓中的人 頭上去走 你怎麼會這樣 五年後 就有一個日本人 大島處事 他就把法國賣這個鴨瓶拿來台灣的風景 從一級空空年開始 台灣人就開始接觸鴨瓶 加上那時候的厚藤新品 行政修正 它會提供 所以台灣的流生機 電影 鴨瓶的風氣 就慢慢起來 電影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最早的紀錄 差不多在一百九七年九八年 開始我們台灣最少人的電影 電影 電影在日本的漢字裡面 日本那種照片 叫做蝦筋 寫真 蝦筋 電影因為它的鴨 所以叫做活動血針 瓦筋蝦筋 所以在禮拜台灣的時候 大家覺得非常震撼 因為 螢幕上本來 我們對相比就已經覺得很震撼 很震撼 覺得怎麼這麼厲害 沒想到這個東西不會燃爛 所以在這個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個電影 開始在台灣開始有的時候 就大家覺得很悲憨 慢慢來就去電影 來訪贏 我們台中最早的就是台中座 台中座就是 到尾的那種 中正路 現在叫台灣大道 龍心百貨 叫台中座 那台中座 他剛開始是一個木座的建築 到尾的這第二代 第二代就是我們看到 用RC結構蓋起來的 叫台中座 台中座 台中座 他都叫什麼什麼座 叫台中座 台中座 台中座 台中座生立醫藥 當然帶來很多五龍 剛開始的時候 台中座 因為他剛開始生立的時候 並沒有電影 所以台中座要做什麼 他就做起雲 起雲就是雲雲 因為台中座當時生立的時候 我們家裡 大了比較多 日本人 而且日本人的消費靈力 比我們台灣人更好 他們的經濟靈力更好 所以台中座剛開始 都去做日本的一些火狗 像他們的能聚 易大夫 這些東西進去台中座來演出 甚至台中座還做什麼 還做寫錢的場所 日本人 他們有一個射箭的傳統 你要找一個中座 就是台中座裡面寫 射箭 射箭 所以台中座還辦很多活動 像一些台中座的一些活動 煮火 你沒有中座 台中座比較大 所以用台中座去辦 所以台中座剛開始是這樣 那時候台中座 在營營那時候 從老的地方 大家都跑去聚集 就台中的繁華 從那開始 全部剛好在台中座 在台中座 在營營那時候 剛才一個大會 在營營八年的時候 一個大會 由台中座開始燒 把營營的營營營 營營營 那時候從茨營營營營營 四檢營營營營營營營 grilled帆 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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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n 到��ene 碟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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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的旅程 那時候剛開不不久 我們看得出來好不好 台中做生意 到最後講完之後 變成台中興營 好嗎 台中興營 兩邊都不一樣 不過長期都不一樣 所以跟台中戲院不一樣 但是慢慢的我們台灣人 算說我們台中市的人口慢慢增加以後 我們台灣人後有這個訴求 就是說台灣人需要有一個我們台灣人的戲院 因為日本人的戲院主要是縁營的戲院 跟我們台灣人比較沒有關聯 我們台灣人也看不見 因為你說的是意義一般當時的台灣人是看不見 所以我們台灣人需要一個戲院 在台中年間就是1900年代 就有一個我們台灣人的戲院來成立 在我們台中市叫做陸武台 陸武台在流川這邊 流川這邊 就比較橫 比較沒那麼刺褲 從我們來說是比較高級的 在那裡生在這裡 所以這個五龍 當時在我們台中市分兩枝 就是日本人的跟我們台灣人的 這不是在戲院或是戲台是這樣 在酒家還是這樣 酒家日本人有自己的酒家 這是日本人蓋的 我們台灣人就比較不會蓋日本人 不用說沒有蓋 比較不會蓋日本人的酒家 因為你裡面的戲院都日本人 我們現意比較不會蓋 所以我們台灣人就自己有成立自己的酒家 像我們台中市的酒家 我們台灣人的就是水源流 少少有 這算我們台灣人的酒家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酒家 所以在這個情況裡面的五龍 日本人跟台灣人就分開 有分流 用現在來說是分流 日本人 比較日本人的電影 他滾北慢慢成立 第二的就是 所以台政館 再來滾北叫五六館 娛樂館 娛樂館 五六館 嗯 現在不去了 現在聽到了 差不多在灣東百歲 去打 沿東百後去打 五六館 我們台灣人滾北 1935年去生立一間 戲院就是天外天 所以當時我們台中市 是差不多日本人的 算到日本人的 就是五六館 跟台中市 這個日本人比較去 我們台灣人就是去 去我們說的天外天 跟六武台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五六中市 所以有這個不同的地方 來到一九二館 那時候剛才生他們的電影 那時候都說洋片 日本電影 中國電影 中國電影 剛才這三行 開始大量的 引進出現 在台灣 在一九二館年來 那時候 會租紅電影 中國電影 或是說 日本的電影 在台灣都很受歡迎 台中市就開始有分了 分成說 台中市都放日本電影 另外五六館 可能會比較放生魚 或是那個 頂頂 六武台 後來生力 他也開始會放 中國電影 但是 我們跟日本的文化 畢竟是不一樣 別說什麼 連唱都唱不一樣 講話也不一樣 當時雖然是 墨片不講話 但是看 文化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台灣人 比較看不慣日本的戲 日本的電影 我們看不看不看不看 雖然有編書 會自己解釋來用 但是也是看不看 所以要怎樣呢 我們就對中國上海 來淨考當時中國的電影 所以差不多在1927年 200年 那時候 開始有這個業者 開始去中國 來修補電影品 拿回來台灣的鳳梁 當時剛開始 台灣就是去中國 192728的時候 中國在發展一個 叫做神霞片 就是說 會討金工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 那叫什麼 會燒紅蓮寺 這些神 比較有武功 跟 要怎麼說 跟幻覺 會討金工 這些品 拿來台灣演出 所以當時 有一齣題 我們剛才有說到 會燒紅蓮寺 火燒紅蓮寺 這齣題台灣 非常風動 這差不多1928 1929年 甚至1930年 這齣題 在台灣都很風動 除了這個神怪片以外 還開始有一些中國的電影 就比較倫理 愛情 這些品 這個電影的風氣 一直來到1930年 它跟流行過有關的 最有關的就是 1932年的時候 因為早期的電影 是無聲的電影 我們叫做墨片 墨片時代 有很多聲音電影 讓我們刺激 刺激最大的 是美國的佐伯林 感覺說 哇 這很厲害 他把他的故事 在佐伯林的肢體語言 他都表演出來 所以 1932年代 我們台灣 開始出現 真有名的辯書 在台北最有名的就是 陳田媽和王芬芳 他們在中國品 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在電影做改水水明 那種改水水明 把故事說得非常延 所以在1932年 陳田媽他身至 走去上海 買鴨片回來 生去電影公司 他最有名的就是 他買回來鴨片裡面 在1932年的一位 他在台灣市民部的公告 他說 他買到頭髮蝕蝕蝕蝕 他寫到頭髮蝕蝕蝕蝕 的官司來介紹這次電影 他找到他的好朋友 王芬芳很聰明 他們就演技巧去選團 這條歌跟這個鴨片 造成很大的風動 所以 Colombia的公司 他因為這個因素 就要請他們來 Colombia 錄頭髮蝕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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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造成台灣 我們本來就開始有台語歌 但是都沒有風動 他造成台灣第一條 最初流行的台語流行歌 它跟電影的配合 造成台灣第一波 這個唱片跟電影的配合 藝業結盟 這張唱片是1932年5月 Golombia唱片公司出的 就是這塊 我手頭這塊 當時是要用流行機 七十八轉 他來放播放 這邊剛好一條歌 所以我們現在來聽聽這條1932年5月 由純純小姐來演唱的 頭髮去過去 這次唱片公司出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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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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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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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